这个70岁老人一屁股坐到女孩腿上 女孩没有办法 她也不装了 直接把绷带解了下来 随后来到商场 故意碰女孩子 下一秒 绷带越勒越紧 接着就被撞倒在地 小哥这一周百干了 话音刚落 绷带又紧了一圈 然后来到菜市场 抓起小西红柿就往嘴里塞 临走还抓了把饼干 兴高采烈的回到家里 把饼干扔到床上 想解开绷带 随后绷带变长 将她一圈圈捆了起来 救我 救我 她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你说她为什么这么坏呢 老太太看到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用力推了起来 车主看到后 急忙扫了过来 可她却说 她挡我路了 我就推 怎么的 小伙上来就让她赔钱 随后抓着小伙胳膊 幸好被同伴劝住 只能自认倒霉 老太太走着走着 突然觉得胳膊非常冷 可她没当一回事 又来到包子铺 嫌一个不够吃 想多拿几个 却被制止了 她拿起包子 就扔到老板脸上 最后坐到地上 撒起了泼 这年多了 您天天来 一分钱都没有给过 怎么就成欺负人了 可她还不依不劳 我累着不走了 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看到顾客指指点点 老板只好屈服 又给了几个包子 她非常得意 突然打了个机灵 脖子上一阵凉意袭来 她觉得非常奇怪 可没当一回事 回到家后 嫌志愿者只送东西 不给钱 直接给钱不就好了 正在这时 房东来敲门 不奔不奔 就是不奔 人家看她可怜 让她免费住了七年 现在房子要拆迁了 你一分钱不给我 你就想大发我走 不可能 随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可下一秒 她的双手快速结冰 随后冰冻的速度越来越快 眨眼间整个人就成了冰雕 那么现实生活中 真有这样的人吗 老人见女孩不给自己量座 骂了两句后 一把将女孩拽到地上 而被欺负的女孩是个盲人 欺负盲人 你还有没有人性 旁边的人也指指点点 人忙假忙还不一定呢 说不定 你故意不想要座呢 公园里 见小孩在玩球 他悄悄伸出了右脚 去超市买水果 随地吐瓜子皮 看见新鲜的车里子 抓了一把就往嘴里塞 随后她就装心脏疼 小伙彻底没辙了 让她随便吃 见桌子上有部手机 她悄悄伸出手拿了过来 可人家还是学生 根本没钱 老太太一听顿时怒了 胳膊一抬 将手机摔到了地上 去商场里随便吐瓜子皮 见邻居戴了珍珠项链 她上去一把就给人家拽断了 还用脚踩了两下 因为坏事做的太多 报应终于来了 坐电梯时 灯光不停地闪烁 她被关在了里面 拍了半天都没人来救 好不容易出来了 还不知道收敛 一脚将指示盘踢飞 刚一转身 就掉进了坑里 最后被捉妖师带走了 你说她是不是最有应得 大妈非常喜欢占便宜 这天小区免费报送子 她一听就来了精神 端起盆就要往家走 却被女孩制止了 免费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拿 这小便宜你都要占吗 我就是要占 怎么您都拿走回家宝 见有人带头 其他人纷纷动起手来 眨眼间 材料就被一抢而空 这一幕 恰好被路过的女孩 拍了下来 还发到了网上 可第二天 大妈就找上门来 这视频是不是你拍的 原来视频火了 播放量几千万 网上都说我素质差 这小便宜 免费的 我就是这 怎么了 还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赶快给我删了 对不起 这还没完 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一千 无奈的女孩 只好转了过去 可回家的路上 看到工人 把梯子放到门口 等人家进屋后 她装模作样的 喊了两句 还有人要吗 这可能卖不少钱呢 扛起梯子 就往家走 小师傅见状 急忙叫住了她 我在路边捡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 我捡的就是我的 你要想要 可以 拿钱 小伙刚要发飙 大妈就耍起了无赖 快来人呐 平平丽 抢劫了 说完就抱住小伙大腿 还撒破道 我捡点破烂牙 老友做么 你要了我的老命呀 小伙见状 只能自恋倒霉 大妈则露出胜利的微笑 站起来后 扛着200斤的梯子往家走 可半路上 越走越累 怎么变重了 下一秒 她就被梯子重重的压到了下面 他也不在小便宜 叫 叫 随后大妈就不见了 女人撩起裙子 一屁股坐到打印机上 随后按下扫描按钮 可高兴没两秒 玻璃破碎 屁股卡到打印机里 无论她什么用力 就是拔不出来 甚至还把玻璃弄碎了 她非常害怕 急忙掏出手机 拨通了求救电话 当接线员听到 她被困到打印机里 顿时愣了一下 就在刚刚 小美音工作上的疏漏 被公司辞退了 她非常生气 想让公司里的人都记住她 见四家屋人 偷偷来到打印室 还用钥匙将门反锁了 随后打开纸箱 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母 这是什么意思 有知道的能翻一下吗 接着掀开盖子 踩着凳子 以屁股坐到扫描以上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没过多久 救援人员来到这里 却发现门被烦死我了 她只好拿出万能钥匙 将门打开 随后揍了进去 可看到眼前的一幕 女人瞬间笑出了声 大壮放下工具箱 双手按到打印机上 让小美别害怕 接着握住她的腰 往上一拽 却没有拽动 大壮蹲下身子 目不显示 抬起小美的两只脚 查看腿和机器的缝隙 发现还有一点点空间 于是将纸板放到屁股下面 防止玻璃划破皮肤 等一切弄好后 小美搂住她的脖子 两人同时发力 她这才成功脱险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女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手上有一张小嘴 越来越大 男人邪魅一笑 对准旁边的女友 下一秒 她就变成一堆钱 就在刚刚 她偷了老人的救命钱 可打开钱包一看 里面只有两百块 钱这么少还出来看病呢 我死算了 突然红布粘到了手上 她用力一拽 顿时疼得弯下了腰 并惊一看 手上多出一道伤口 可她没当一回事 又瞄准下一个目标 跟农民工大哥撞了下 就把手机偷走了 这时手上的伤口越来越大 晚上玩王者龙药时 手机突然不见了 窝了个乖乖 伤口慢慢变大 随后从里面吐出一堆钱 她非常兴奋 在腿上搓了搓 急忙拿起另一部手机 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 紧接着就多了一叠钱 光这些还不够 又把钱包手机吞了进去 从此之后 她越来越有钱 还找了个女朋友 不过她的欲望越来越强 为了钱 甚至把手伸向女友 还没等女友反应过来 她就变成白花花的钞票 男人非常得意 可笑着笑着 突然手不受控制 对准了自己 她非常害怕 只见小嘴慢慢张开 越来越大 下一秒 男人就不见了 而老人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 你支持老人的做法吗 男人一张嘴 竟然吐出了塑料 窝了个乖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有人要跳楼 她却说 快跳 但这个走不急了 人们对她指指点点 他看什么看 你不都懂得看着呢 随后离开了人群 可下一秒 为了一阵翻江倒海 嘴一张 就吐出一个垃圾 可她没当一回事 刚走两步 又被足球砸中头 小朋友见状 急忙道歉 没关系 下午注意点就好 可以转身 就伸出右脚 把孩子绊倒在地 不过报应随之而来 又从嘴里吐出更大的塑料 她也非常纳闷 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走着走着 突然二哈叫了两声 把她吓了一跳 于是拿了个有毒的包子 扔了过去 王晨 你怎么扔我这 她正得意时 突然觉得非常难受 这次竟然吐出个一拉罐 这也太邪门了 吓得她赶紧跑回家 当外卖小哥说 二十分钟才到 她顿时破口大骂 让小哥马上送来 要不就投诉人家 没过几秒 外卖还真送来了 可从猫眼里一看 小哥正站在身后 第二天保家阿姨来收拾房间 可刚打开门 里面的垃圾就涌了出来 你说她到底做了多少缺德事 俩熊孩子对着孕妇肚子用力一推 幸好被老公拉住了 他们还非常兴奋 电视上说 你衣服穿着会流产 我们看她会不会流产 男人非常愤怒 刚骂了两句 一个老太太就冒了出来 你还穿着人跟孩子几脚是吗 再说你老婆不是好好的吗 男人一听更生气乐 刚要动手教育孩子 男人见状只能妥协 三人则露出胜利的微笑 回到家后 兄弟俩吵了起来 老太太见状 急忙将两人分开 随后拿起弹弓 猛的一松手 两人则偷偷躲了起来 老太太还说 然后去朋友家串门 俩孩子直接跑上楼 在柜子里一顿乱翻 找到薯片后就抢了起来 结果撒到床上到处都是 女人刚要发飙 却被老太太拽住了 她只好坐了回去 而熊孩子抓着项链用力一拽 珍珠就撒了一地 老太太见状说 女人则把他们赶了出去 回到家后 看到柜子上的佐料 全部倒进杯子里 没办法 她只能全部喝了进去 下一秒 就头晕目眩摔到了地上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熊孩子 会怎么做呢 老人躺在冰床上 孙子却拔掉呼吸机电源 给自己的手机充电 随后还跟奶奶拍了张合影 原来这孩子从小就被惯坏了 去表姐家做客 上来就抢人家手机 把手机给大熊玩了 怎么了 可抢过来后 发现有开机密码 于是将手机扔到浴缸里 一扭头 看见了口红 拿起来就在本子上画了个圈 小玉 你不会跟大熊计较的对吧 她还是个孩子 见孕妇在等公交车 用力将人家推了出去 幸好被男友扶住了 只因她想看看孕妇摔倒 会不会流产 男人刚要动手 却被奶奶拦了下来 男人见状只能妥协 去超市购物 拿起可乐换个不停 随后把方便面捏成碎渣 看见路人经过 拿起新买的水枪 对着人家就是一顿痴 还说 坐电梯时 把所有楼层都按了一遍 这天高考时 志愿者免费发冰棍 却被小伙制止了 可老人消化不了 吃了几口就闹起了肚子 急忙躲到草丛后面解决起来 男孩见树上有个鸟窝 于是拿起棍子 用力一戳 将鸟窝捅了下来 奶奶 那还有 奶奶一看是马蜂窝 急忙阻止 可还是晚了一步 下一秒 马蜂围着老人飞个不停 遮得浑身都是包 男孩则兴奋地手舞足蹈 随后老人就被送到了医院 男孩玩手机时 突然没电了 看到呼吸机的插座 想都没想就拔了下来 然后插上了充电器 老人小脸憋得通红 想告诉孙子 可手怎么都抬不起来 男孩拍了张照片后 老人就没了呼吸 而没了老人庇护的男孩 最后变成一只玩具熊 被捉妖师永久封印在了瓶子里